在机器加入原料之后 对一些必要的加热参数需要进行设置 进入参数设置页面 根据原料厂商提供的温度数据 对原料进行所需温度设置 这个是设置温度 这个是档前温度 再启动加热开关 这个一样 然后出厂设置机头混合转速是4200 这个是清洗的默认参数 这个是取样的时间 这个是自动清洗的时候 人工忘记清洗的一个倒计时的时间 当这个开关开起来的时候才起作用 开关关的时候不起作用 之后每一个板每一个页面简单说一下 要不要到前还是要进行零量测试 之后我们再进入流量测试页面 对原料比例转速流量进行效率 启动 这是测试时间 这是测试时的转速 启动机量放 先对A进行测试 我们测试转速是100 当前转速是66 我用如果需要测试A的时候 打开A测试允许开关 马上转速会转换到测试 输入测试时间 对A原料进行测试 画我打开了 那么iben 让我有一座 打开 感谢观看